上海今日通报本土确诊人数一共26330例 再来到新高点 不过坚持动态亲临的中国政府疯了上海全域 却发生各种民生荒谬乱象 上海人上不了班填不饱肚子 连局委会发个菜都要精打细算着切板才算公平 更有许多必须急需就医的民众 无法获得医疗救助而无辜过世 上海官方11号就宣布重新划分区域逐步解封 三区域分别是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 防范区也就是必须实施7加7严格隔离的区域 而7天内没有阳性确诊的管控区 居民只能在特定时间分流出门领取配送的物资 最松的防范区居民可以外出到小区所属的街道上 不过可以出门的防范区居民以为生活露出了点曙光 到街上要采买才发现店家的门都是关着的 照样像是被政府放生的小孩 也有商店开门的区域解封的居民因为大排长龙买物资 居住的小区被升级为管控区再升封控区 大探只放封了半天 民众忍不住在网上吐槽 说不封城只封浦东跟浦西 说物价平稳是一直处于高点的平稳 中国官方简直采取动态清零 民众苦不堪言 不过官媒新华社却看出一篇新闻评论 开头就强调习总书记的动态清零方针 更说部分区域被管控一时不方便是为了大家好 更说动态清零是中国的法宝 文中甚至拿其他国家比较 由于实践清零困难 有些国家干脆无奈躺平 不过目前上海确诊人数仍然不断攀升 美方已经下令外交人员撤离上海 对此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批评美国 借着疫情搞政治操弄 他对上海战胜新一轮疫情有信心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